这几年电子烟在美国呈现了爆炸式的增长 不过高利润背后却引来了不法商贩 并且贩卖制作山寨版的炼质电子烟 严重伤害人体 因此呢现在在南加州就有一家民间机构站出来 呼吁从事电子烟相关行业的业者应该要提早自律 不要等到政府出众手才后悔莫及 由于走私烟油商追求利润最大化 往往经过稀释扩充商品容量 美国电子烟市场烟油假货丛生的市场乱象 包括假冒电子烟爆炸 盗版烟油杂质过多 因着电子烟堵塞 更是严重危害人体健康 自称是美国国家烟油协会的组织 特别站出来呼吁 可以透过烟油防伪验证系统 让业者自律 而目前已经有近百个企业 已经或正在进行烟油改良项目 东森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